大家好,这里是百味厨娘 秋天是个多彩多姿的季节 不仅意味着五股丰收 也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美食 在秋天常常有一种情愫 想要在餐桌上尝试一些新的 特别的食材和做法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道不寻常的佳肴 它的主要原料是纯玉米面和莲藕 这个罕见的组合将为您 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味与营养 首先,取一碗玉米面 用开水将一半先烫熟 用冷水将另一半搅拌 直到变成面絮状 这个步骤为面团增添更多的筋道和弹性 接下来您可以添加一些酵母粉 再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面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覆盖好碗口,让面团静置一段时间,发酵蓬松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馅料 将虾仁压成虾泥 将虾仁压成虾泥 并将虾仁切成小块备用 在虾泥中打入一颗鸡蛋,搅拌均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接下来将虾块和一把肥肉丁加入虾泥中 这个馅料将会给包子带来鲜美的口感 另外,准备一些莲藕 去皮后将其擦成细丝,再切碎 搅拌均匀 断均匀 灯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外 胡萝卜也切成碎末 将这些蔬菜放入一个碗中 并加入适量的食盐 现在取一个锅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当油变热时加入姜片和葱花炸香 然后将葱姜取出 将油冷却后倒入蔬菜碗中 再加入五香粉搅拌均匀 这个步骤将味馅料带来独特的风味 将玉米面包子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现在我们的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揉出一小块 然后将其压平 接着在面片上放入馅料 包裹起来 整理成圆形 这样制作出的玉米面包子 不仅外皮薄而筋道 内馅美味丰富 玉米面带来了独特的玉米香气 而莲藕则增添了特别的口感 和清爽的味道 虾仁和肥肉让馅料更加美味多汁 五香粉和香料的加入则为 这道美食增添了复杂的风味 然后将包子放入蒸锅中 让它再次醒发15分钟 最后将锅放入火上 蒸煮至熟透即可 这个秋天 不妨尝试一下 这道独特的玉米面包子 让它成为您餐桌上的亮点 无论是作为早餐 午餐还是晚餐 它都能为您带来美味与满足 此外 它还富含多种营养 为身体提供了丰富的能量和维生素 尝试这个独特的秋季美食 感受秋天的美好滋味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